哈囉,大家好,我是受裝修的小禮哥 今天我們再來說一場最近小禮哥親眼看到的裝修翻車現場 帶大家來看看不專業的裝修師傅做出來的裝修作品到底有多離譜 熟悉小禮哥影片風格的朋友都知道 小禮哥絕對不會沒有建設性的單純批評 我今天會藉著這個實際的案例 來告訴大家怎樣的裝修成品才算是達到標準 以及有哪些重要的收尾工作 您一定要要求裝修師傅做好才能交工 喜歡防務裝修相關主題的朋友 請您訂閱我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喔 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房子呢 有什麼樣的裝修問題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房子呢 哇,進來看還真是蠻嚴重的 我們一進來我們就看到這個門線 這個門線 根本就是沒有finish的 我們看著這一條和這個邊緣 這個很顯然 它這個門線是比較寬的 它是用鋸窄一點 但是我們鋸窄一點 一般來說呢,我們不會鋸在內側 我們會把切割邊呢,放到這個牆角 因為你切割就會不好看嘛 那即使你油漆了,它還是會不好看 所以呢,我會把漂亮的邊緣 放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那比較切割的邊緣放在那側 那這裡呢,我們切割完了嘛 那這裡我們也會打一條 Calking 就是打一條硅膠 水性的硅膠可以漆的 那這明顯它 這個位置 我們看這裡的這個位置 我們還可以看到fone 也就是它就沒有打硅膠 這裡也沒有打硅膠 這邊呢,接縫的地方 這邊也沒有打硅膠 然後我們看它這個油漆 這不是水性漆 然後你看一個一個刷痕 都很明顯 然後這個都處理不好 然後這邊也沒有收尾 也都沒有打硅膠 那下面也是一樣 這些縫都沒有打硅膠 地角線也是沒有打硅膠 最常見的裝飾木線 就是門框線和地角線 一般的室內門安裝好 都會和灰板牆之間有一些縫隙 我們會盯上這些木線來蓋住縫隙 這樣也可以使室內門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後來呢,木線也設計出了不同的花紋 不同的安裝方法 可以讓房子的裝修有不同的風格變化 地角線也是相同的原理 安裝在牆和地板中間 木線就是拿來補縫的 自己總不能有縫吧 除了在安裝的時候要注意接合角度 木線之間自己相接的縫隙也要填好補土 在安裝好了之後 還要在木線和灰板之間 打上水性的silicon 這個在英文就是叫做Calking 這樣不但會讓木線看起來更美觀 還會讓木線和牆的連接更穩固 這一點有一個特例 和大家說一下 就是地板和地角線之間 是不能Calking的 因為地板會隨著溫度熱上冷縮 如果和地角線之間被Calking黏住了 這樣反而容易造成地角線變形 所以地板和地角線之間 一般來講是不打焦的 現在木線的原材料 買回來的時候大多都已經是白色的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它已經刷好漆了 其實這一層的白色只是底漆 木線還是一定要再刷漆的 不但它要刷漆 我們還要刷特別的漆 因為門框和地角線這些有木線的地方 大多都是比較容易弄髒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刷上附著力好 防水性好的亮面漆 這樣才可以充分發揮到保護的作用 弄髒了也比較好清潔 所以木線有木線的專用漆 有些裝修師傅會用刷牆的亮面漆去刷地角線 這就是非常偷工減料的不專業做法 早期有人會用油性的油漆來刷木線 但是呢在十幾年前 加拿大就禁止了在室內使用油性漆 為了您的健康 當然我們還是要依照規定 使用水性的塗料比較好 我們再看這個地板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那這個邊緣通常來講我們會做一個Nosing 正常來說樓梯會有一個多出來的樓梯板 這塊的樓梯板就是Nosing 那我們都要去做這塊Nosing 做出來這樓梯才會比較漂亮 那樓梯它本來應該是地毯的 有些地毯的地面 尤其是在樓梯的位置 拆開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灰板的接縫 這裡都是縫 那這個接縫呢 我們在做完地板之後我們都要處理 也是一樣 做完地板和牆之間這裡 這裡縫隙 我們都要打Cock 你需要把它封邊封起來 大家可以去撿它家裡面 如果裝修的收尾這個東西沒做 就表示這個弓做得非常的粗 你看這裡還有油漆 地下還很淺 我的天哪 這個縫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會有一些昆蟲 有一些老鼠 就會從這個縫裡跑出來 這裡也是 它還有一個洞 對還可以看到裡面的木板 這都絕對不可以發生的 然後這個灰板的毛邊都在 這邊還有洞 這邊還有洞 像這個都要補起來 然後這個聚壞了 也都沒有補 前面的影片說到 樓梯木地板的標準做法 就是在每一階的前端 安裝一段延伸出去的 NOSING 這不只可以讓樓梯看起來更美觀 還可以增加腳踏上去的時候 實際接觸的面積 讓上下樓梯更安全 尤其是在下樓梯的時候最明顯 一般來說 NOSING有分為 平階和覆蓋兩種 其中覆蓋的NOSING在安裝完 樓梯的前端會高出來一些 這樣防滑的效果就會更好 除了圓弧形的NOSING 我們還可以訂製方形的NOSING 方形的NOSING安裝完 會更美觀更穩固 樓梯板也會更大更好踩 這樣做當然也就會更貴一些 如果你家中的樓梯本來裝的是地毯 當我們把地毯拆掉的時候 常常會露出灰板的缺口 這是因為在安裝的時候地毯是軟的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可以把它塞進去灰板的缺口裡 如果換成了木地板 就不一定可以完全蓋住這些缺口了 所以呢 灰板的缺口 我們要用補土先補平 地板和牆之間的縫隙 我們也要用Calking來封住 這不只是美觀的問題 這些縫隙不用小李哥多說 它一定是你未來清潔的死角 小李哥有看過很多的房子 螞蟻為患 住戶住在裡面也一直過敏 這些小蟲其實都是從這些縫裡爬出來的 所以這些填縫收尾的工作 對您防止未來的居住品質影響十分巨大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影片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這一次的案例可以說的點實在是太多了 今天我們先說完木線和樓梯木地板 下一集我們再聊聊空調管道和浴室喔 如果您還有任何裝修相關的問題 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訴小李哥 只要是裝修的問題 我一定會親自的回覆您喔 最後祝您平安喜樂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 Jonathan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集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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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